来 最后一课 last day 那今天的环节 上午 今天基本上上午就差不多讲完 下午还有一个 我先给大家讲完 Jungle在生产环境的部署 最后一个技术 技术点 当然你们所谓的欠你的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不承认 欠什么了 对 钱收了 不管了 就是什么 Jungle的GNS是吧 他那都已经讲了 对不对 爬上来欠点 你们初期就不写爬上 写的话 写的话 在学嘛 对吧 咱们中文班还 还继续回来吗 可以 对吧 啥意思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爬上 OK 你去填补小虎的位置在我心中 好 那我给大家讲完NGX的 讲完在生产环境部署 我今天上午就会给大家讲 这个就业之导 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就业之导 就不如我讲了 好吧 就是这样 那咱们说你们用Jungle一直开发的那个是一个测试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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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那些意思吧 就那个它是一个Python自己就是Jungle自己写的一个多线程的一个一个测试的就是承受不了任何病发 那意思吧 就30个人 一访问就当了 那意思吧 我之前在公司试过 是吧 十来个病发就夸查就不行了 所以在生产环境中 你是不能用那个的 生产环境中 你写的这个程序要能承受高病发的 承受高病发 用什么 就生产环境中的 接下来要讲的 这个这些东西 咱们用Jungle开发网站 大家知道在市面上主流的这个 就是你的你的应用程序写完了之后 要被外面的用户访问 他需要把你的应用程序部署到web server上 对吧 有个叫web server的东西 这个web server主流的 就有那么几种 好像就那么两种 主流的web server 就是Ngx Apaq 那 Apaq是早期的 当然现在也 很多很多年了 之前最主流的都是用Apaq 现在也用Ngx比较多 Ngx的 为什么用Ngx的 Ngx比Apaq要轻量 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处理并发的能力 要比Apaq要强很多 你可以理解为 Ngx更能承载 高并发 好吧 那它为什么更能承载高并发 因为它底层就是用的 多路IO服用 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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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会比那个 不是 不是slag Apaq也不是slag Apaq 早前Apaq就是起线程 就来一个链接就起一个线程 所以它能处理的并发非常少 起上上千个线程可能就完了 OK吧 但是Ngx最高可以处理上万个并发 一个Ngx 好吗 so Jungle要想在这个生产环境中用 也得跟Ngx的结合 OK吧 那怎么跟Ngx结合了 快速的写了一篇文章 昨天写的 昨天写的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在生产环境部署Jungle 有很多方法 但是 就是你的Jungle 是可以 也可以跟Apaq结合 Apaq结合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是 现在主流的是Ngx 加UWSG 加Jungle 真的吗 好吧 那 Ngx知道是web server了 小胖 你怎么最后一天还知道 让我怎么说你 上班了一样 那 UWSGI是什么东西 我来看 UWSGI是一个web服务器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web服务器 它实现了WSGI UWSGI和HTP等协议 那Ngx中 Ngx中有一个 这个模块 是可以跟这个UWSGI 就是UWSGI这个web服务器 进行交换的 交换什么呀 就是说Ngx把数据转发给UWSGI 那有意思吧 OK 你 拿什么 对 然后要注意 先说 好多人 搞迷雇 就UWSGI UWSGI 还有小写的U 大写的用 大写的看到没有 这三个有区分的 WWSGI 大家讲过吧 讲过是不是就是基于WSGI的 是一种网关接口 它是一个接口 那对一个协议 对一个协议 它是 web服务器与你的web应用 就是比如web服务器 Ngx中有WWSGI 与web应用 比如说你的Jungle 通信的一种规范 可以吧 这是WSGI 一种协议 那 UWSGI呢 是一种线路协议 而不是通信协议 什么意思呢 在此常用于UWSGI 服务器与其他服务器 的数据通信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的UWSGI 就你要知道这个小东西 是为这个大东西 量身定做的 就是UWSGI服务器 之前默认 就刚开发过来的时候 是他跟这个Ngx服务器 进行通信 就是他整个的流程 我大概给你说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 哦 健保 健保 等等啊 hello 怎么回事 浪费我时间 来 大家看 它的一个 这个是Ngx UWSGI 就是那个大写的啊 Jungle 然后User 整个的流程 从这里 过来 Ngx把数据转发给UWSGI服务器 OK吗 然后转给Jungle 好吧 好吧 那 他 你把数据转给他 是不是你 你双方要有一个交互的协议啊 对 可以理解吗 对对对 啊 什么 协议不是大的 小的是协议 大的是服务器 大的是服务器 小的是为大的服务了 小的是 对 小的是 小的是 他跟其他网络服务器进行通信的一个协议 OK吗 啊 之前呢 我认识的时候 之前 Ngx 跟这个UWSGI是通过C键 Fast C键 也是一种协议 OK吧 用这种协议去去去去去去那个通信 啊 但是 用这种协议通信 但是呢 注意了 这种协议通信呢 就是反正 就是UWSGI觉得这个性能不高 理解吧 哗 自己写了一个 据说 可以比这个高十倍 反正就是快 确实比那个快很多 OK吧 整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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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 你看用户到你这个请求的张工的 你的程序 它是那么一个流程 OK吗 好了 现在说 小写的是协议 大写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服务器了 它是实现了UWSGI和WSGI的两种协议的 来个服务器 OK吧 那UWSGI这个小协议啊 是 UWSGI这个服务器自有的协议 对不对 它用于定义传输信息的类型啊 就每一个UWSGI拍什么 五包 然后有一个四比特的 什么传输信息描述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知道就行了 好吧 好的 那 这是一个 并发的测试模型 就有人做了测试 并发了 大家看 这里面呢 也就是说你用Jungle 跟NGX搭配 可以采用的 FastCGN 刚才我说的那个 OK吧 还有一个这个我没讲 这个简单 这是另外一种 也跟UWSGI 就是干的事情是一样的 OK吧 但是我不用它 因为它效率没有 它的性能没有那么好 好吗 你大概知道就行了 简单网站可以用它 好吗 然后 来 这是 你看这里面还写了什么 Servited 和Workers 就是说 这是代表起了现成的 就是起了现成 Worker就是起了进成 好吗 现在就一个 然后 看这个perforkWorker 也是起四个进成 OK吧 然后 这个是 两个进成 这俩都是进成的意思 对 这个perfork perforsensor 难道是四个 CPU 四核上吗 我也不太确定 来 你总之看吧 看那个 看那个黄的了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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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绿色 是不是 性能最高啊 他起了 10个Worker 也就是 10个进成 可以处理 2000多个病发 2000多个病发 但是你的 你起了 你起了 5个Worker 这个 都是在同一台机下 才能处理 这几个病发 1000个 给它多一倍 那fast cgi呢 4个worker 看到没有 才能到这 那这个呢 这是这个咱们不说的这个 是不是也不高啊 优达的cigi两个worker 就能到这些 5个worker就到这了 10个worker到这了 是不是它最快啊 所以我们就用它就好了 好吗 那就是说 你在一台机器上 你在一台机器上 这是一台普通的机器上 你能承载2000多个并发 嗯 其实算是可以了 你自己就想吧 呃 你们公司的业务 如果你是一个小公司 能达到2000人并发 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能达到2000人并发 那至少你的用户有个 可能得数十万 对 是并发格 是同一秒 同一秒夸2000人点 那就肯定 那就代表 那那那那那 那肯定有同时 还有很多其他用户 他没点啊 对吧 所以就是他 他得数十万了 一台机器就够了 数十万的网站 数十万用户的网站 对吧 好了 他的主要特点 超快的性能 低内存占用 实测啊 比阿帕奇 比阿帕奇的这个这个模块的内存占用要少一半 然后可以多APP管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你你这个张狗不有多个APP吗 都可以都可以 同时被他管理 还有日志 啊 相信的日志 然后呢 高度可定制 你可以限制内存大小啊 服务一定次数后重启啊 就类似类似的东西 好吧 总而言之呢 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正如这个作者所吹嘘的啊 什么意思啊 If you are searching for a simple WSJ only server 啊 你只需要有一个 WSJ only server UWSJ is not for you 就是你要想要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Web server No 不要用UWSJ If you are building a real production value 就是说生产环境的APP that need to be rock solid 什么意思啊 你要部署一个 我的姐 最后一天了 给个面子 好不好 是吧 那 你如果要部署一个 在生产环境中 就是非常rock solid 就是非常稳定 坚如磐石还是意识 坚如磐石的那么一个东西 那fast and easy to distribute 快速并且容易分发 分发 就是分复不斥 然后还可以优化 for various low average for不同的这种负载 啊 you will pathetically no pathetically pathetically pathetically就是 非常非常的需要那种 pathetic pathetic是悲催的 pathetically这个形容词 就是pathetically oh I really want that and morbidly 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fall in love with you that 反正就是 生产环境中想用 就用you that 的键 这些意思吧 ok anyway 好 那我们呢 进入它的安装 非常的简单 它的配置整体也其实挺简单的 我给你 来吧 我在learning上啊 Windows上没有这东西 哥你现在是生产环境了 懂吧 对 T车之家那不是一个互联网公社 不要提其实这样 所以它的技术很一般 好吗 那名其他就是挣钱 是挣钱 对 广告一天六百万 所以就是说 你看有的时候技术 它不是一个技术导向的公司 你可以理解 是不是 那那那技术导向的公司 用Windows做生产环境 估计那是不可接受的 对 对 那真的 你推荐我去吧 我见不见什么 就人家 我当时总监什么都离职了 人家高层电动嘛 全都离职了 给你推荐搜狗吧 我已经发了三个人的简历过去了 不全都是咱们班 咱们班就一个人 我就发了周扬的过去 让你们给 没人给我呀 李毕胜 李毕胜不符合人条件 人要求本科 然后我说 他说 我必须要保持真实的自我 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你烟火吧 你来烟火吧 你这个 赵米来了 好了 那我已经告诉你 UWSGI本身其实也是一个webserver 其实它可以不需要跟NGX合作就可以承受高明发达 但是 但是大家都这么干 不要问为什么 那它的官方也没解释明白为什么 他说那我本来可以自己干 但是你非得想NGX那也行 就这意思 NGX毕竟是做webserver还是要稳定 比UWSGI要稳定很多 这是真的 好吧 那 是他俩其实可以做同一个东西 NGX做不了它的 没错 对 NGX 就是承载一些 大家知道静态页面吧 嗯 嗯 就静态页面 NGX来做 但是属于这种业务逻辑的 他必须要转到相应的后端服务器上 嗯 那意思吧 然后UWSGI 对 UWSGI就是这个 对 但是UWSGI其实也可以承载静态页面 啊 就这样好吧 嗯 做完了之后呢 咱们来测试一下 啊 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测试 啊 我在这里呢 我先冲点一个问题 UWSGI 那 你看 他这写了一个 嗯 心疼你昨天晚上加班给我写了篇文章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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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满足你 今天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用在文章上胡喊了 非得到心事头上放一条 就干嘛 对吧 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来 这个 那 大家来看 朋友们 这就是他 嗯 就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这个 就是 相当于一个仕图那么一个东西 OK吧 啊 做一个测试啊 返回一个页面 Hello world OK吧 啊 我们就来看啊 WWSGI就是这种 是不是啊 没讲WWSGI吗 然后你这样写完之后 就可以通过UWSGI去取动它了 叫UWSGI-http 然后呢 启动端口 比如说9000吧 然后 注意了你要调用哪个呢 WSGI-file 就是你的test.py 看到没有 然后 启动了 启动了之后 大家看 起了一个进程 看到没有 此时 我呢 那 大家来看 这个东西 它是 有一个 这是附近程 OK吧 应该是有 就是 呃 叫什么呢 就起了一个进程 这个附近程去 产生了一个子进程 嗯 那 我们来看 这里提示信息嘛 不用管了 我们呢 呃 就直接打开 嗯 嗯 sorry 二点多少 四点五三 是吧 看到没有 是不是可以访问了 你看 在这里 可能就二四了 对啊 是不是就这样啊 可以吧 可以啊 那可以访问 不一样的 好 对 讲完了 同志们 现在它就有病发效果了 你五百个病发压过来 没什么问题 同时访问没关系 访问吧 来吧 你们三十个人 这太少了 这完全没有任何样 访问吧 一四点五三 你写后循环 request都可以 嗯 他这个 这个文化 谁都可以用啊 什么叫谁都可以用 就是说阿里要搭建一个那种 名牌的话 交钱 然后 不明白你的意思 是不是你们那边完全无任何压力啊 挺快的是吧 然后你看我这边 然后打开top的话 来看 然后 你看看到这个了吗 UC制才百分之二点几 空前都百分之九十多 CPU负载非常小 看到没有 没什么反应 你要起的是他们张狗 这就完了 起了张狗你们就很快就卡了 就这样 你自己嘛 我就不能再给你写循环搞病发测试了 你自己装上之后写个 暴行循环不用URL去request一下 是不是 写个五千个病发 你试试 没什么问题了 好不好 OK 那 这个搞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 但是 这个只是测试一下 告诉你 UWSGI可以正常工作吧 OK吗 咱们现在就用UWSGI去启动一个账户 我先别用它 我先用普通的其中一个账户 看看你们能不能访问 好不好 咱们把这个关掉 然后 我这有账户吗 CREASY S是吧 你们再打开9000 别在9000这里 到后面打开一个什么 这也感觉不是什么的啊 还是太少啊 你们感觉慢吗 不慢是吧 不慢是吧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见了吗 这是不是出现一个错误啊 你们那边都没问题吗 没有 我从来就进到这个页面 没登录 OK 我要告诉你的事啊 这是 就是如果你的并发大起来之后 就有的链接就 一个是刷新打开慢 另外一个就是就断了 就打不开了 没那意思吧 服气 我服气不会停 我服气只是有些链接 我就夸插处理不了 我就直接出错了 但是我但是我 但我服 我张狗不会当 那意思吧 我当狗只是处理不了了 但是他不会当 那这是用这个 但是我要用 UXGI怎么启动呢 来看 怎么启动呢 直接写这个 叫做 hghi-http 然后 9000 -model 这个model是什么呢 写你这个 项目名叫 crazyI. 叫 WSGI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 你这个项目下 有一个 看啥 在你这个 crazyI的目录下 有一个文件 叫什么 看到没有 你写这个 他就会去调用它 目录结构别弄错 你要在这个项目里面 这样写 就是装上就有了 装上就有 本来就有 本来就有 大家看 现在我就启动张狗了 你再启动的话 哎 关心一个问题 是不是 精彩文件都没了 嗯 但是 但是你是可以 这个 访问的 是不是 访问的 OK 那现在先要告诉你的是 你看很简单 你就等于是用 UWGI来去托管你的 web服务了 但是这个精彩文件 这个 是 现在看不到 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配置 就是你没有告诉 UWGI去哪里找你的精彩文件 那个意思吧 对 但手动配置我没去研究 我没去研究怎么去 拿那个 UWGI去找你的 静态文件 因为我们都不这么干 但是 UWGI 肯定可以去 处理你的静态文件 那些意思吧 肯定有哪个参数 配置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昨天 要着急 没来得及查 对 Jungle settings 里是有 但是呢 他不是加的 他是 什么正裁的 什么正裁的 他只是用了 他只是用了 只写了一个 没写别的 就是 UWGI默认就是不加在你的静态文件 你看都是 那些意思吧 不是路径问题 他其实是可以找到 他想找的话 对 肯定哪个地方 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在于 我之所以没研究 是因为 就是你不 你不需要让 UWGI去处理静态文件 你对我意思吧 你的静态文件 都是需要用NGX来处理的 OK吧 ORNGX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也只是一个中间阶段 就是你不会把他 把这种状态放在生产上 嗯 OK吧 你 你 咱们刚才说这个图 你现在只是走到这 对 对吧 你最终你是要让他来当生产 可以理解这意思吧 可以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继续看 刚才我是不是在这里写的一些参数 对 他可以跟很多参数 其实也可以写到配置文件里 看到没有 嗯 所以我把它写到配置文件里 一一解释它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嗯 嗯 我把它停掉 呃 配置文件 那看着啊 前面这个必须要写 其他哪个端口 OK吧 嗯 这个是干嘛的呢 注意了 同志们 他俩是不是要通信啊 对 他俩通信啊 NGS要把这个静态的 就把用户请回来的数据 转给 这个 OK吧 怎么去转呢 不是转到你这个 我刚才在 起的这个9000单口上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意思吧 他俩之间有 他俩之间有一个通信方法 他俩之间有一个通信方法 就是他把请求转 就是他俩本地架了一个socket 架了一个本地的unix socket unix socket ok吧 然后他把请求转发到这个本地unix socket上 ok吗 这个意思吧 嗯 然后 西班默认就是本地的 啊 西班默认就是本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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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就是本地的 你肯定起在本地上 就是 就是这个必须要起在本地上 因为你要起成一个什么 外面可以访问是不行的 因为你现在是他俩是不是装在 对 nix和uWGS装在一起的 装在一台机器上 一台机器上 他俩去 配置他俩的通讯 对 配置他俩的通讯 你就理解 这是配置他俩的通讯就行 好吧 可以吧 嗯 也可以不装在同一台机器上 可以把它俩分开 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反正你只要分开的话 一定能他俩能通信就行了 好吧 ok 就是这个 我就起了一个灯口 8001 现在我们用不到 因为还没跟nix和通信呢 好吧 这是什么呀 就是 就是 大家记得 那个stable process里面 有一个cwd参数吗 是什么意思 改变命令执行的路径对不对 不记得了 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说 相当于 告诉一个大家 在我这个 我这个项目的base DNR在哪个地方 嗯 你后面调用什么 这个项目里面所有的APP啊什么 都是基于这个base DNR往后去找吧 那个意思吧 你看 我现在在写 WSGI file 是不是就没有写绝对路径了 这些creaseI 就是这个目的下的 他他他他 OK吧 就是说 启动 启动四个进程 可以吧 四个进程 两个 每个进程里面起两个线程 OK吧 那 那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监控每个 监控每个 就是说你的UWSGI 启动了之后 你想看他的状态 就是整体的这个UWSGI 本身的负载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你就还可以起一个监控的 就 用另外一个命令 就是监控命令 来监控整个UWSGI的负载 我们一会看见 好吧 Vacuum 就你整个退出的时候 你把一些相关的什么 环境啊 环境变账啊 都清表 OK吧 啊 这个你就默认写上 等一复就行了 好吧 OK 那写完之后 同志们 我们写了配置文件 然后直接 然后 看到没有 就可以了 启动了 起了四个进程 看到没有 现在PS一下 对吧 连上自己 六个 不是这些一个 这个是附近程 这个是附近程 上面这个是附近程 下面这几个都是紫禁程 怎么起了五个 我思考一下 我想想是不是跟监控有关系 好吧 我怀疑啊 我也不确定 确实是监控的 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再给他加上 好不好 然后 我们来看 现在 现在 你这个 请求过来之后 是一样的 对吧 是一样的 那 同志们 现在呢 就说我想 去看 你这到底 到底我这个EU-DADDTG本身的负载是怎么样 ok吧 你就可以去监控它 监控它呢 你得装一个 东西 很显然 我们又写在这 好 行 谢谢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搜所有跟EUDAWI GI相关的 ok吗 然后我再搜一个talk 好 错 出来 为什么没写啊 没有 papf 到这个type里面 这个吗 有了 有了 刚刚这个东西之后 刚刚这个东西之后 掉入UDAWI GI相关的TOP 看没有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 看啥 你就是-h 然后 什么呢 你这个监控的地址是多少知道吗 看了 是不是9109119啊 AUDAWI TOP 然后-h 就是9191 看到不 不是-h 是直接9191 看到不 是不是你起了4个进程 这个百分之几是每个进程的负载率是什么样 不得负载 但它不是CPU的占容率 它就是这个进程现在跑的负载率 它自己有一个算法 现在是这样 比如说 你看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访问 他现在就是每个上面都在工作 那意思 你就可以看这个东西 但是 但是就那么一个工具 没别的东西了 好不好 OK 那现在 现在 咱们刚才讲了 还只是中间阶段 咱们要干嘛 是不是要跟Ngix通信 那怎么办 Ngix安装使用 装上Ngix 直接是 这个速度apt get-ins-ngix 看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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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公司在讲究那么多东西 来来,Nginx装了之后,你就启动Nginx 完了,快点,此时你去到这里 Nginx装好了,是不是 你以后,当然这些东西一般都不需要你来干,但是你要知道整个流程 你要让Nginx,不光是可以服务于python的东西 php,java,什么的都可以 每一个语言,每一个web服务,你想让Nginx去转发请求 你就得在Nginx配置文件里去配置 配置文件在Nginx下 然后呢,你要,你要,比如说你有一个pp,或有一个什么java的程序 你就放在,看到上一次,看到没有 就放在这个下面 你的意思吧,下面有一个default,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默认的 听在80,看着默认,它是这个样子,打开看一下 Nginx呢,你看,这就是它的一些配置,看到没有 当然它还可以支持非常多的配置 这个具体需求,具体研究 然后默认,看到没有 监听80端口,看到没有 它还可以443,就是什么https,相当于 那个吧,这是https,你需要什么的 需要那个证书了 route,看到没有 就是说它默认这个监控的那个 那个目录是在var3w下的html下,ok吧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刚才这个东西,看到没有 就应该是在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续度 bm一下 看到没有,是不是nginx 嗯,刚才可能是nginx,对不对 啊 是这样吧,你可以改一下 这里是不是也跟着改了 你自己写的静态文件 你自己写的静态文件 就是静态网站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这就行了 是不是,就是静态网站 那 还有呢 他能看到没 就是说 啊,这是说 你看,如果是prp的话 看到没 如果你使用prp的话 他可能需要你配置一下 这些东西,ok吧 我也不知道干嘛的 啊,不用管 python呢 python这里不用动 ok吧 python是完全不一样的配置 好吧 server 就是server name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 呃 网站的这个 网站的这个主机名吧 应该是 对 不用动 然后你看这下面是prp的 看到没有 看他一个prp的 一些什么呀 一些那个介绍 他这个prp是用的fastcgi 看到没有 给了你一些例子 可以吧 嗯 好了,我们不用这个 然后你看他这里写了 下面是 下面是不是有注释了一个 嗯 就是说你可以 不止有 不止什么呢 不止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 你可以同时去 服务多个 断口 嗯 那个意思吧 你刚才是80 你还可以什么8000 然后8000 再应用一个其他目录的网站 都是可以的 ok吧 嗯 非常牛逼 那现在python怎么玩呢 python怎么玩呢 我们来看 首先呢 你要为你的项目生成一个ngx的配置文件 可以吧 可以吧 那 你要想让ngx去能跟你的UWSGI通信 必须要有个这 看到没有 嗯 这个file在新版的ngx上都有 在哪呢 在哪呢 看 嗯 一些这东西 你什么都不用懂 对吧 那他自己双方协议通信的自己的一些变量啊 参数什么的 好吧 嗯 那我们现在 你需要 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是长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 一大坨 知道吧 嗯 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项目下创建一个文件 好吧 呃 为什么是crazyI呢 有没有别的情况 反正这个crazyI好像有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吧 那crazyI没有问题 cmdb没在这 那就还是crazyI,有前段吗 这个 有啊 有是吧 有就行啊 那 创建了一个文件名 要以ngx结尾 看到没有 nx.config ok 然后把这个copy进来 啊 这对 这是官网提供了 copy了 改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改什么呢 upstream 看到没有 注意了 也就是说 啊 你这个 你这个什么呢 所有过来的请求 转发到 8001 8001 8001就是 起的这个unic socket的这个砖口 ok吗 嗯 找到这里 好吧 所以请求转到这里 然后 咱们一会儿要改成8001 是不是 是不是 咱们本来是9191 是吧 啊不是 9191 9191 这是8001 转到8001 然后 那个9000 没什么用 然后 lason 8000 是说 ngx 用户访问就是访问这个8000 可以吗 啊 然后 server name example name 这个就是你的什么啊 crazy 这个 crazy ngx.crazy i.example.com 这个这个server name 是在 呃 什么在这 用户拿到你那个好像是用户拿到你那个 给他的响应里面在那个主机头里会带那么一个server name 对 对 我问这个 你不用写 没关系 OK吗 应该是不用写 没关系 对 然后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用户的请求的body数据最大是75兆 OK吗 一般都够用了 好吧 不用动 啊 location media 给你们讲过张国的media吗 没有讲过张国的media 这个就是为了张国上传文件用的 就上传文件 静传文件 但是一般我们可以不用它 一般有static就可以了 OK吧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用不用它无所谓 可以吗 所以这个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动 你放在这吧 然后static 这是什么呀 知道这个alias什么意思吗 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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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这个就是 Jungle NGX要去哪里找你这个项目的静传文件 你要写好,找哪里去找啊 找哪里去找啊 我们这个地方,精彩文件在哪 是在static下 有吗 会计单位没写前端啊 crisis没写前端,那谁写了 这个有是不是,那我们就用他好不好 用他,然后 前端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 是在这吗 其实会有问题的 先给你鞠个头 给你看啊,我们先就这样吧 爱定位 到他的 static下 finally finally这是什么呀 注意了 把所有非静态文件的请求发给jungle server 理解吧 非静态文件的请求发给jungle server 发给这个什么呀 是不是有一个uwj 这个这个这个文件啊 嗯 就是这个意思啊 诶 那 他 他们在看 要求这里有一个成绩室 copy这个文件到哪 是不是到你的目录下呀 到你的目录下 好吧 从哪里copy呢 在这里 我们来看 cp这个 cp这个 ETC下的 Ngis 又大家再见 好吧 把它copy到这 好吗 好我这里 有一个 这是之前写的 这是之前写的 咱们把这个删掉好吧 我不要了 反正你重新搞 或者 不要他好吧 不要他好吧 然后 朋友们 此时 此时 那 你这个就 crazy 爱然后 就完了 起完了之后呢 你要重启一下 好吧 OK 重启了之后 恒人们看 咱们是不是说他在8000段口上了 我们8000 为什么飘红了 注意了 Ngis是有日志的 懂不懂 A R下 LOG下的 Ngis 有一个 access日志 还有一个 error日志 看到没有 这就出错了吗 嗯 怎么有不出错呢 access呢 access里面看 他们都没过来 error里面也没有啊 他也会出来最新的呀 啊 咱们也会出来 啊 没有出来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给你询问一下 注意了 咱们说是不是他把所有的请求要转到这个上面 你这个东西要不要启动吗 他也要启动的 我停了 刚才停了 OK吗 他也要启动 怎么启动呢 咱们现在是用的crazy cdi了 我们把那个 crazy s里面的 crazy s里面的那个什么 那个 copy到 这个里面好吧 vm 改一下 8001 crazy 就是crazy 一直都是crazy 可以 可以吧 可以吧 没有动 好 好 好 看是不是没问题啊 没有保存 看此时 这里 我藏 他还不行 nx没问题 oh shit 不好意思 我的错 我的错 同志们 我们刚才 在哪里写的这个配置文件 在这个crazyi这个里面写的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 你放到那个nx下 你要是想让你这个配置文件生效 必须要放在nx下的 nx下的 这个下面 咱们刚才不是说 这里有一个default吗 对 是不是 所以你放到这下面才行 ok吗 不是 你就再放一个新的 那是什么 你怎么放过去呢 你可以直接移过去 但最简单的办法不是 而是做一个 别名 软链接过去 就是做一个快捷方式过去 理解吗 讲过怎么做快捷方式吗 没有吗 ln这个没讲过吗 忘记了 sudo ln-s软链接 然后 cdnx对吧 到你的etc下的nx下的 siteenabled 然后 然后你这些看 是不是有了 软链接 ls 是不是 做了一个软链接 那此时 你再重启你的nx ok了 只是我看 这里已经 这是不是也接到了 看Nix有没有日证 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回事 您放进去吧 你也没问题 我把他缴给玉没做 看一看 这是没有错 没有错的话 别休息,这就完了 不是,这是我手动填的这个地方 代表UWGI本身是没问题的 Nix网站本身也没有问题 那就是他俩 我谁要的CRAGE S 不是啊 CRAGE S下的是吧 那我就直接移过去吧 好吧 现在有的 ETC的Nix 写的Site Enabled OK 现在移过去了 移过来了 然后VN一下 前下没问题 Nix网站已经删了 对我 我直接移过来了 好吧 复盖了 复盖了 然后 看看这个啊 8000 应该没问题吧 软链接 软链接是为了让我能访问到那个文件 现在我直接COPY我来了 就不用软链接了 有软链接会直接COPY我来的 一会儿讲 好吧 留着这个问题 过来了吧 同志们 是吧 此时 Alex 然后 是不是进来了 同志们 请问到此时 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 因为他已经高频发了 那是意思吧 可能别人在访问 就是你现在夸 你自己就现在写一个 写一个情况 我写一个 写一个 写一个 2000个链接的并发过来 打过来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对 那是意思吧 他就高频化 使用上其实是一样的 OK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可以吧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没什么要注意 有一点要注意 在生产上 你那个什么呀 你那个 Jungle 你那个Jungle 现在 在 以后在生产上 debug等应的2 要改成false 对接吧 在生产上 没这意思吧 这是张鲁铃那个 在这个 就是 你现在能报错 夸他页面上 大黄页 能看到对不对 这是因为开启了 debug等应的2 在生产上 你把它改成false 当然不能让别人 看到出错是什么 报了错 让他看到是什么错的话 他不就可以去猜测你的代码了吗 代码逻辑了吗 是不是 注意了 你一重启了张 你现在张路是不是改了 改了 必须要重启这个 对吧 重启 然后再重启 好 看到没有 我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错 是不是这样吧 他就他就不知道 就是 哪里错了 那些意思吧 用户 安全一些 他就全都暴露了 那些吧 包括你的程序一些逻辑 对吧 因为那个黄页里面会提示哪一行 是错了 来 到此为止 就是 你这个 就已经部署到 成功的部署到生产环境了 OK吗 是不是非常的也不难 我会喘 别着急 因为你还没讲完 什么没讲完呢 同志们 现在是灯 现在这个没问题 我现在灯我的命 好吧 灯我的命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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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静态院面怎么没了 同志们 同志们 注意了 同志们 注意了 你这个项目有可能会包含多个APP 现在就包含了多个 一个是我的科技障碍 还包含了一个admin 对不对 admin的静态文件在咱们自定义的stack 没有 不在吧 admin的静态文件不在stack 那个目的箱里面 在张购自己的那个包里收下 那他就找不到 因为你告诉ngs 就在 你告诉的ngs是什么呀 你告诉的ngs就是在这个 是不是就在这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的 那可怎么办 直接让他找这个 没有办法再加了这里 那个轮带 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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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把所有的静态文件 copy到一个目录下 指定 你有意思吗 就 所有APP的静态文件 copy到一个目录下 列一下吧 嗯 再交给这是不是就OK吧 嗯 那你现在需要知道的是 每个APP的静态目录 你可能还得自己去找 是不是 不用 张狗已经有一条命令帮你找 好吧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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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 然后,看到这个了吗? 讲过吗? 没有 现在有了 问你,这个会把所有的精彩文件都靠出来 没意思吧? 这上面没提示 但是,如果有那个东西 本来已经有数据,就会把它覆盖掉 它会Coffy到哪呢? 你们先别管我干嘛 我现在自己去check一下 总觉得 会有问题 我都烂熟于心了 那 没关系 它是不是让我写yes 报一个错 报一个什么错啊? 说什么呀? 说你这个没有去配置一个static root 在三星里面 就是说你没有指定把所有的精彩文件都copy到哪个目录下 可以吧? 这个你得写上 OK吗? 所以 我把它 在下一星里面 就放到它下面吧 好吧 把它都copy到哪下呢? 有个东西说,咱们不有一个statics了吗? copy到这下不行吗? 不行 因为它会把原来的覆盖掉 很危险 它现在是 刚才那个命令会找所有的APP 把所有APP里的所有的精彩文件 全部copy到这个目录下 你这个意思吧? 你这个地方 就是它会明确的禁止你这个目录名和这个相同 你写一个相同那会报错 看没有? 那不允许 不报错也不好 不报错也不好 你看 是不是 这个里面不能包含slash root的东西啊? 根本就不行 所以 你是不行的啊 它会怕你导致把数据给充掉 你就找不回来了 那意思吧? 所以我们写成一个statics就得了 你写个dd也行 你写ddd 有点太像了 ddd 有没有 真行 真想这么干嘛 就是你 就是你存一个 就是这个是存 你可以写叫outstatics的形象 行 这个总可以了吧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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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 它会默认就base dr下 40 看到没有 他会在哪里建立一个 看到这个了吗 是不是一个outstatics 充件什么呢 是几个AVP的 session security也是我的一个AVP 然后这是我自己crazy-eyed 可以吧 危险了吗 你猜我要干嘛 这个 配置刀 是不是配置刀 这 这 别打了 别打了 啊 是不是这样 好此时 重启一下 好了 好此时生产环境全都是定发的 可以理解吧 我们来快速的串一下好不好 串哪呢 串谁给谁呢 好像没多少没什么好处的 其实 整个的流程就是说 我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 这个游单在接下来的配置文件 那个配置文件还记得吧 就是这个吧 配置文件就是 是不是这个配置文件 里边配置一下是不是 这个9000单位还有用吗 没有 没有用了 ok吧 因为现在全都是外面的请求转给了 801了 可以吧 好 这几个配置路径 没什么好处的了吧 ok 然后 这个配置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 搞NGX了 NGX 装好了之后 咱们 你是不是要想 你是不是要生成一个 就是 首先第一步要干的 就是 首先 我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生成这个什么样 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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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gi.ni 是啥 然后 文件内容 基本上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这个 嗯 好 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安装好 之后 copy 什么呀 copy 谁呀 你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叫 u.j 这个东西 copy NGX 下的 文件 到 你的 Jungle 项目目录 OK吗 不用更改 是不是 不用更改内容 好不好 第三步 是干嘛呀 生成NGX的 配置文件 是不是 是啥 配置文件 叫做 什么呀 怎么 咱们只有一个default 哦 enable sorry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项目名加你的 nig.conf 认识完了之后 你是不是现在是在你的目录下生成的 自己的项目目录下 然后 接下来干嘛呀 做一个软链接 是什么 啊 将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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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配置 文件 啊 这个什么呀 生成一个相当于生成一个 快捷方式 到 到 什么呀 你们预报的目录下 是不啥 把链接 命令 是不是 就是 这个 对不对 嗯 然后这是圆文件 前面是圆 后面是目标 ok吧 那软链接和 copy过去的区别是什么 软链接就是 就是相当于一个快捷方式 你访问的还是这个数据 那相当于你改这个地方 会在这里也生效 但是你copy过去相当于 完全两份数据了 你改这里跟这里没关系了 那意思吗 可以吧 好 然后第四个 重启ngx 就是啥 嗯 然后 乘减ngx的方法 叫int.d 下的ngx restart ok吧 第五步 是不是启动 UWSGI 是不是啥 然后 UWSGI 然后直接 就是你的crazy 按一点 就是说 UWSGI 点 INI 其实就是你刚才 这个配置文件 你也意思吧 好吧 就类似你意思吧 好吧 可以吗 可不可以啊 就完了 整个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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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是面具一样的 哦哦 sorry 是不是还要做一个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这个 第五之前 第五之前 应该在第四之前 是吧 这才是四 做一个什么呀 Py 把所有APP的静态文件都copy到一个统一的目录交给 不是 不是交给 是让 是 是 NGX 可以 访问到 是不是 那NGX就访问到那个配置文件 是不是就这里面配置的 然后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是不是在我的那个 这里面已经有了 你自己照着改就行了 好不好 好 总共就是这么五步 六步 还有一个 你要干嘛 就改之前 你是不是要 不要忘记 就是 运行 之前 要 配置 是不是 还有别的吗 整个就完成了 可以吗 好 朋友们 你们现在在你那把这个做一遍 好不好 就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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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做完了 休息一下 你随便找一个你自己的项目吗 可以吧 做一遍啊 一定要做一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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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